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的第十四篇 主题是 鱼王人说没有神 本篇描写神的子民在不信神的敌对环境中的艰苦处境 一到三节是在讲世人如何不信神 四到六节是在旌旗二人是何等的鱼王 最后的第七节是在说神必会救回他的子民 那时神的子民都要欢欣快乐 这首诗跟诗篇五十三篇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只有在第五第六节有轻微的改动 圣灵两次启示这样子的信息 让我们知道没有神的思想带来的恶果是有多么的可怕 美国总统雷根1984年8月在达拉斯早餐祷告会的时候说到 没有神就没有美德 因为没有良心的激励 没有神我们就会深陷物欲 而这个无知的世界只向我们宣扬感官的体验 没有神社会就会变得粗俗 没有神民主就不会也无法长久 如果我们忘记我们是上帝庇护之国 那么我们将会变成一个病入高荒的国家 我们现在来看诗篇十四篇的一到三节 余王人心里说没有神 他们都是邪恶 行了可证悟的事 没有一个人行善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秽 并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都没有 这里的余王人并不是指在知识上的无知 而是如同在第三节说的 他们是在行为上偏离正路 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 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九节那里 也有说到同样的事情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辟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在大卫的时代 并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 余王人不是不相信有神 他们就好像我们在前几天的 Podcast当中读到的诗篇 十篇第四节和第十一节 那里有说到二人面带骄傲 说耶和华必不追究 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 十一节那里说 他心里说神既忘记了 他眼面永不观看 余王人并非无头脑 只是故意不看神 不听他的教训 这种人先假定世上没有神 从这个错误的观点出发 他们整个人生的方向和判断 跟着迷失了 他越聪明 所做的余味的决定和选择 便越多 终日所思的全是邪恶 他们否定独一真神的存在 并非根据客观的事实 而是一厢情愿的 不希望有审判人的神存在 因为他们既舍不得放弃 放荡无度的生活 又不愿意面对内心 对报应的恐惧 余王人心里想着 如果没有神 就可以及时地行得 为所欲为 就如第一节说的 没有一个人行善 所以他们就自欺欺人地说 耶和华必不追究 他们心中盼望 神竟忘记了 他眼面永不观看 上帝关怀他所创造的人 但是当上帝在天上观看的时候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找神的没有 他对所看到的失望 因为世人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秽 没有一个人主动来寻求神 这正如创世纪六章五节说的 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 尽都是恶 我们现在来看第四节到第六节 第四节 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 他们吞吃我的百姓 如同吃饭一样 并不求告耶和华 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 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 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 变为羞辱 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 在第四节到第六节里面说的 这些作孽的人是何等的愚昧 他们不知道今日所做的 在将来他们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就如路易师C.S. Lewis所说的 到最后对世人而言 至圣者的面或将成为他们的喜乐 或将成为他们的恐惧 无论如何 每个人都会面对 结果不是得着不可言喻的荣耀 就是招致无可医治 无法遮掩的羞耻 耶和华是困苦人的避难所 有朝一日神必要高举一人 宣告正义的胜利 一人将借着神的公义 与审判来得胜 他们要满怀期待 感谢称颂神 我们来看第七节 但约以色列的救恩从喜安而出 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 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 在这里雅各是以撒的儿子 又名以色列 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是从他所出的 所以雅各在此指以色列名 与下半节以色列是同意的 是作师的一种平行对偶语法 诗人的眼光从前面几节描述的 现今世上昏暗的景况 转到了欢乐又盼望的未来 救回他被掳的子民 这句话是一个预言式的宣告 不仅指被掳者从巴比伦归回 也包括将来死人从罪与死亡的捆绑中 得以释放 在这篇诗篇中我们看到一个普遍的 世人迷失 也是现在地上的文化教育系统 在走的一个方向 那就是柏拉图所提出的一个说法 人所做的任何错误事 都能够借着更多的知识而改正 借着心理辅导帮助他思考正确 并且借着教育使他寻求善 但是在耶利米书17章第九节说到了 人心比万物更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试透呢 当世人努力地用教育 用知识来改变人心 其万用这种方法 人就能够脱离罪的捆绑挟制 但是他们发现教育和心理 并不能够改变他们的本性和他们的本心 而只能够靠着外来的帮助 也就是上帝的恩典和赦免 才能够打破罪恶的力量 耶稣说他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唯有真正的知识 能够阻止人继续生活在罪恶中 唯有借着耶稣基督 才能够使人从恶中转向善 接下来是今天的应用默想的时间 在今天读的诗篇中说到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又寻求神的没有 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 不是看外面所做的事 在教会里 为主服事是很好很得祝福 但若是我们里面没有一个 尊主为大 可慕神 亲近神的心 那我们外面再多的服事 再多的参加教会的聚会 反而会成为我们来到 神面前的一个主览 因为我们会觉得 我们已经很摆上 很爱主了 而忘了要进入类似 与那位爱我们的主 有更多的连结 有更多的亲密的交通 好不好 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 与圣灵在一起 请祂来帮助我们 叫我们常常想起 枝子与葡萄树的关系 让我们能够尊主为大 让我们里面 能够生出更多的渴慕来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成为我们 每一天的帮助 虽然我们周围 有很多作恶的人 他们说没有神 他们要来吞吃我们 但主啊 你就是我们的保护 是我们的避难所 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 你就必要应允我们 哈利路亚 有你帮助我们 我们还惧怕谁呢 求你给我们一个 像约书亚一样的 刚强壮胆的心 叫我们知道 因为那住在我们里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谢谢你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